根据最新公布 冲突中有72人受伤 包括港台一个外判司机 怀疑被催泪弹击中 一度心脏停顿 送去马丽医院 现在情况稳定和清醒 野多伦的密集施放催泪弹之后 天华道近政府总部西役 有一个人受伤倒地 警员上前扶起他 而另一个男人怀疑吸入催泪烟不舒服 有人协助他滴生理盐水洗眼 在下角度也有人不识 坐在一边接受治理 到晚上近10点 警方在金钟道近警察总部队开 再次私放催泪弹 之后有大批警员手持盾牌 由警察总部冲向金钟道 警员尝试拆走路中心的铁马 又手持警棍戒备 之后后退 期间示威者一度重整部分的路障 多辆警车之后驶入金钟道 警员下车将部分的路障清走 警车离开之后 警察总部队开启示威者又再次在正义道附近 隔着路障 夜较早时大约是7点 警员也曾经在泰国广场对开 多次私放催泪弹 警察总部队开启示威者 走进去泰国广场 警员手持盾牌站在门口 双方肛持 有人向警员投窄雨傘 另外有示威者晚上 由正在清策的中环和记大厦地盘 搬出了大量的建筑物料 连同水马和铁马 在降落道中天桥上捉起路障 继续与警方对峙 而警方就切防线在下角度天桥的桥面 同示威者保持几十米的距离 有示威者还在天桥上投窄燃烧中的玻璃瓶 火势不大 没有烧到其他的物件 燃烧了几分钟之后就食灭 另外一批示威者 晚上由金松沿着干落道中 步行去到中环 停留在不打街的十字路口 期间有人搬运头盔等物资到场 用雪糕桶捉成路障 又将交通标志搬出路面 用承索绑在一起 期间一辆承巴停在路中间 部分示威者又移到下一个街口 干落道中和康乐广场交界 见到多辆车停在路边 我们再看看示威现场的情况 大家现在看到就是金松干落道中一带 见到示威者坐在路中间 占据了几条行车线 而桥上方就看到警方的布防 现在双方继续处于一个对峙的情况 暂时警方看不到有进一步的行动 暂时警方看不到